第三十三章 猎杀不朽神灵 血红色的三角形宇宙飞船 停在这颗荒际矿物星球的一座土山上 在这颗矿物星球的其他区域 还有另外无比庞大的三十艘星际战舰 以及一艘金角族群塔文布小队的宇宙飞船 诸多宇宙飞船战舰的核心 显然就是陨墨星号 陨墨星号的一间餐厅内 我们这都得等到什么时候 坐在餐厅内大吃着的战甲青年 还不耐烦喊道 那什么情报部门不给我们准确情报 连目标现在到底在哪 我们都不知道 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啊 难道我们就一直等下去 安静点 餐桌上的金色战凯老者看了他一眼 等候命令 高寿的第九君主冷漠道 情报部门可不会在乎你们的牢骚 战甲青年 都浓下嘴巴 脚步声 第九君主 金色战凯老者几乎同时转头 顿时远处餐厅的苍门花 得一声自动分开 只见穿着银色战甲的罗锋微笑着 身后跟随着不朽神灵敌伦 大步走了进来 看到罗锋脸上笑容 第九君主和金色战凯老者都不有效了 似乎有好消息 战甲青年也默默嘀咕 朋友们 罗锋朗声笑道 现在我们那位不朽神灵要害 他也正在进行一场宴会就在抵都星 哈哈 太好了 战甲青年兴奋跳起 金色战凯老者 第九君主也都连战起 没想到情报部门也难得效率这么高 第九君主微笑道 旁边的金色战凯老者笑呵呵道 估计他们不敢怠慢罗锋殿下吧 走 随我去控制室 罗锋一声令下 当即 总首领罗锋 护卫狄伦 塔文不晓队首领 金色战凯长老四番奇和卡什纳 以及第九君主 堪称这次行动的整个指挥高层 正集体来到陨墨星号的控制室 站在控制室内 罗锋看着外面苍茫荒凉的 矿武星球景色 冷声道 塔文小队 第九军团三十军 目标梦幽帝国帝都星 出发 是 是 是 控制台屏幕上 有着一个个头像 一共足足三十一个头像 正是那三十艘星际战舰 以及塔文不晓队的飞船指挥 轰 云墨星号 以及塔文号 这两艘宇宙飞船一前一后 化作两道流光 迅速冲天而起 飞向太空 轰隆隆 地动山摇 三十艘长度超过万米的庞大星际战舰 缓缓起飞悬空 随即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化作三十道流行光芒 直接飞入了宇宙太空 当罗锋率领着宇宙军队 在暗宇宙中迅速前往那梦幽帝国帝都星时 那帝都星内却是一片繁华热闹 帝都星一直是经济中心 政治中心 聚集着这个宇宙国度最上层的一群人 而今天在帝都星的皇宫内正举行着一场规模庞大 规格极高的宫廷宴会 与会的绝对是梦幽帝国最上层的一群人 二公主 听说这次来 我们梦幽帝国的那位不朽存在 是前无宇宙国的一位大人物 穿着一身紫色套装的美妇人 端着酒杯 正在宴会厅角落 和一名貌美的必发美妇人低声聊着 所以连祖祖都亲自赶来招待呢 祖祖招待 那来人应该是不朽神灵 必发公主眼睛放光 我还没见过宇宙国那边来的不朽神灵呢 等会儿公主你就能看到了 美妇人笑道 此时餐厅内已经很热闹 早早来到的帝国高层豪族成员们 彼此低声交流 一些美貌的女子 也从中物色 他们看中的豪族青年 颁这种高层次宴会 也是年轻人们最好的相亲宴会 帝都心外 花 星空中仿佛泛起道道连衣 一艘血色三角形宇宙飞船率先出现 紧跟着就是塔文号宇宙飞船 最后就是一个个无比庞大的星际战舰 黑压压一片聚集在太空中 殿下 那就是梦幽帝国帝都星 狄伦笑着摇指前方 罗锋也看去 从宇宙太空中观看 那梦幽帝国的帝都星就仿佛豪着一层宝物 通体隐隐呈现一种淡绿色 好美丽的星球 罗锋轻声夸赞 可惜今天就要被战火波及了 无可避免 第一轮也郑重道 这次是要击杀封侯级 不朽神灵要害 上等不朽君主级的杰弗里斯 作为随手即可波及 整个星球的不朽神灵们 一旦行动真的开始 毫无疑问 整个星球肯定会被波及 四番旗长老 罗锋喊道 殿下 塔文部长老四番旗连 仔细聆听命令 等会你带队去击杀要害 杰弗里斯 罗锋轻声道 我希望 有可能的情况下 尽量让普通民众活命吧 当然 第一目标 是击杀那两个不朽神灵 明白 四番旗长老点头 罗锋看着星空中 那颗美丽的星球 眼神渐渐变得锐利 冷声喝倒 第九军团三十军 从太空中封锁整个帝都星 行动期间 任何从帝都星逃逸的飞船 一律摧毁 明白 明白 连续三十道声音 几乎同时响起 行动 罗锋一声令下 顿时原本围绕在 陨墨星号周围的 那庞大的三十艘星际战舰 开始分散 准备从外太空 分散开包围 那帝都星 做到能够封锁 整个帝都星外太空区域 四番旗长老 你们也行动吧 罗锋看向四番旗 殿下 你放心 我塔温不小队 一定会击杀那要害 杰弗里斯 金色战开老者 眼眸中有着十足信心 记者 要和虚拟宇宙网络 开启同步传送直播 罗锋说道 同步传送 是能够将战斗发生的情景 瞬间拍摄记录 同步传送给虚拟宇宙网络 因为这种传送 是虚拟宇宙系统进行主控 所以根本不可能作假 像这种任务的详细过程等等 都是必须要做同步传送的 明白 金色战开老者点头 一切拜托长老了 罗锋郑重看着老者 击杀他们二人 是这次行动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失败 这次行动就算失败大半子 绝对不能让他们逃窜 四番七长老 我在这太空中 静候你的佳音 出发吧 罗锋目送着那金色战开老者 那金色战开老者 化作一道幻影 迅速从陨墨星号的舱门飞出 进入了旁边那艘塔文号 塔文号飞船内 有一名蜂王级不朽神灵 以及七名蜂猴级不朽神灵 迅速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飞向那帝都星的大气层 巴巴塔 战斗一旦开始 进行远程转播 我需要看到帝都星内的战斗过程 罗锋说道 没问题 虚拟宇宙公司改造的许多系统 非常的优秀 我们距离那帝都星非常近 完全在探测范围内 控制台屏幕上 巴巴塔兴奋喊道 记着战斗进行在探测 否则容易打草惊蛇 明白 罗锋默默看着那颗宁静的美丽星球 也看着那三十艘猙獰的星际战舰 仿佛三十颗卫星 环绕那帝都星 开始了 罗锋深吸一口气 宴会厅 神主道 一道灰红声音 响彻整个金碧辉煌的宴会厅 原本还喧哗 议论声不断的宴会厅 瞬间就完全安静下来 皇族的精英高层们 整个梦幽帝国的豪族大人物们 个个无比谦逊恭敬地在那默默等待 只见从宴会厅的侧门 三道人影先后走出 无形的不朽法则波动 令在场那些戒主 御主 宇宙籍 以及很多普通人都感到压抑 拜见神主 随着一名戒主率先贵府下 顿时整个宴会厅所有人 齐刷刷的全部贵府下 高声喊着 拜见神主 声音回荡在宴会厅内 站在宴会厅高台上的 是一名穿着碧绿色战铠 容貌俊秀 额头还镶嵌着一枚奇异结晶 整个人乍一看 就仿佛是邻家男孩似的 就这么一个看似淳朴青春的少年 却是孟幽帝国的开国皇帝 要害家族的族族 他 要害 掌控着孟幽帝国最高权力 今天 我很开心 要害微笑着 声音却回荡在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边 脑海 而站在那高台旁边的另外两名不朽神灵 其中一人身材魁梧 头顶尖尖 正是孟幽帝国的二号人物 要害的弟子 一不朽神灵杰弗里斯 还有一人则是穿着华贵的暗金色长袍 有着洁白如雪的长发 面带微笑 整个人好似太阳般耀眼 因为宇宙国的龙齿尔大人 来到我们孟幽 要害声音戛然而止 他眉头一照 连杰弗里斯 以及那白发如雪的不朽神灵 同样眉头皱起 都抬头 因为他们三大不朽神灵 都感觉到那强大的神力掠过他们这 这是属于非常不敬的一种行为 宴会厅内聚集的那群豪族高层们 都疑惑抬头 哈哈 好热闹的宴会 嘎嘎 人类还真是会享受啊 是啊 你看那个站在台上的小娃娃 哈哈 各种刺耳 就仿佛玻璃滑过的说话声音 在整个宴会厅内回荡 令那些豪族高层们 情不自禁 各个捂住耳朵 好热闹的宴会厅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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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